新时代这十年成就非凡 经济的实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方方面面的高质量的成绩 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关键是在于党中央的这种掌舵领航 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使得我们的战略和战术 能够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新时代铸就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 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八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中国科技创新不断突破 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新时代十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 推出系列节目 中国底气 聚焦中国迎难而上 永逸前行的底气所在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 中国经济十年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春一时 餐饮旅游等行业快速回暖 热门景点人生鼎沸 我国消费市场实现开门红 大江南北各地正全力抓经济谋发展 处处生机勃勃 近期我们到地方针对着实体企业和制造业 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 调研过程当中发现 确实无论是先行指标还是高频数据 反映当前经济活跃的这个程度和景气度 是明显的回升的 与企业的这种面对面的访谈和实际调研当中 我们也发现当前传统产业链这个升链是在加快的 那新兴产业链建链也是进一步的在强化的 今年一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位同比增长3% 人均GDP达到85,698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 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这是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 110万亿之后又约上新的台阶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 意味着我哥的综合国力 社会生产力 国际影响力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的提升 面对诸多超预期因素冲击 中国经济总量卖上120万亿元新台阶 疏为不易 穿越疫情的阴霾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 而回望新时代十年 中国经济也正是在风雨洗礼中不断成长壮大的 从2012年经济总量近54万亿元 到一步步迈上100万亿元 120万亿元新台阶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国 新时代十年 我们不仅是经济总量连连迈上几个台阶 那么年均保持6.5%这样的增速水平 与此同时在区域协调发展 在促进民生福祉等等方面 也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的 方方面面的高质量的成绩 都说明高质量发展 是适合中国的一个正确的道路 这个得益于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掌舵领航 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科学 我们在传统的动能上面 已经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说产业触犯发展的问题 比如说发展福祉的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 如果再按照老路走下去的话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但是难以为继的 而且有可能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此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相继做出了两个重大判断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并对发展理念和思路做出及时调整 引领中国经济开启了一场深刻变革 对形势的研判是宏观经济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 那么如果对形势认识的不清晰不冷静不客观的话 那么你所做出的战略决策也许就会是偏离方向的 总书记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 那么做出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判断 实际上它后来会影响和改变一系列的宏观经济决策 使得我们在经济当中是更加注重创新的盈利 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 更加注重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 也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2016年年初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沿岸省市正准备大干一场 习近平总书记却从长江并了讲起 明确要求供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长江经济带覆盖我国11个省市 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 然而长期以来化工为江污水入江等 让长江水质高级生态恶化 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我想是西南风的话呢 这边是味道很大很大的 特别是晚上和早上 有时早晨起来一开门就这个味道很大的 破题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确立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鲜明定位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余全面启动 大量沿江化工企业观改斑转 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 为优质产业转型升级腾出了空间 在江苏南通 这个曾以化工为主的工业园区 如今已经转型为高科技产业园区 年产值突破百亿元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江豚 如今已经成为长江生态的晴雨表 随着生态的持续改善 江豚也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如果你用更长一的历史周期去观察的话 它在现在这个阶段 实际上是给了长江更多休养生息的时间 它也是为未来的发展 留下了更多更好的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既实现了沿江各省经济 继续往前走 那么与此同时也更好地去保护了 我们的母亲和 那么累计这样的思路 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当中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中国特色 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 高质量发展是重点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党中央经济工作思路也进行了重大调整 对此在钢铁行业工作多年的李莫卓 也感触颇深 2015年前后 刚才市场需求回落 价格不断下降 钢铁行业进入寒冬 可以说那几年整个钢铁市场低迷 产能过剩 当时我们卖一吨钢 大概亏损200块钱 一些低端的高能耗的普通板材 包括建立用钢 甚至卖一吨 我们就要赔500块钱 不仅仅是钢铁 当时煤炭水泥等多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 利润减少的问题 而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的还有供给不足 有的产品卖不出去 卖不上架 而有的产品 人们却纷纷去海外高价购买 产能过剩 主要还是一些中低端 高能耗 包括低附加值产品 像那些高端的品种 比如说高级别的管线钢 汽车版 包括我们的硅钢 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 依然有着非常好的市场 面对供给过剩 与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 经济结构性改革成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症下药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 这也成为此后 串起我国经济政策框架的主线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以壮世断腕的勇气 向旧的发展方式告别 在钢铁大省河北 一场风风烈烈的产业变革 拉开大幕 李莫卓所在的唐钢公司 也开始转型升级之路 拆膏炉 压减落后产能120万吨 之后又退成搬迁 再造智能化管理的新唐钢 通过增加研发投入 企业在高端产品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 我们企业科技含量高的 品种钢产量比例 从初期的不足25% 上升到了80%以上 高端产品占比也提高到了60%以上 通过我们转型升级 我们实现了产品质量和产业链 现代化的双提升 以及产业技术核心 为企业绿色低碳 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适应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 也为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 三年前 疫情突袭 惊涛骇浪中 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及时做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 疫情三年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 保持了4.5%左右的年均增长 经济总量陆续突破100万亿 110万亿和120万亿元大关 百年变局 叠加世纪疫情的冲击 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取得 这样的经济增长绩效 经济的实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关键是在于党中央的这种掌舵领航 还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使得我们能够团结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 形成合力来应对超预期的冲击 越是形势严峻 越要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外出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根据形势变化又在思考引领发展的新思路 不久后总书记提出了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新战略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 进一步的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这个是我们应对外部的狂风暴雨 掌握发展主动权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我们中国有产业体系齐全 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 我们要把这种优势 牢牢的把它把握住壮大 把它变成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这样的优势 历经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 站上新的更高历史起点 中国式现代化得到成功推进和拓展 新征程上形势越复杂 任务越艰巨 越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今年是落实二十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 那么也是开启中国式现代化 新征程的第一年 那么推进今年的各项经济工作 都要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开局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们要处理和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 我们要通过今年的发展 即使中国经济能够走出疫情三年的影响 也要会面向2035年 而且2050年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去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 经济暖流不断涌动 发展脉动 愈发强劲 人们信心满满 干劲十足 新征程上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有新时代十年 伟大变革 奠定的坚实基础 有十四亿多中国人同心协力 中国经济必定会披荆斩棘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谱写中国是现代化 新篇章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谎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